收房的时候发现了 这前面有三个大烟囱 二十三个小烟囱 然后呢 到了周末 晚上或者中午的时候 小专家开业了 那就是 轰鸣声 是尖的轰鸣声 噪音 油烟 那怎么呼吸 红女师等业主买的是云空城 星之旅二状三状四状 这一排的房子 这排房子阳台外面 隔着绿化带 是一条商业街区 小藤街 小藤街的房顶上面 有三个比较大的烟囱 还有一些排气口 业主们认为 那也是烟囱 在山营一条街 但是他当时买的时候 他是没有烟囱的 否则的话我们不可能 这个很笨的 就在第一排 买这么贵的洋房 我花了大价钱 反而买了个烟囱房 然后后面的房子 是三万五三万六都有 你们这排的 我们这篇是四万以上 我买的四万一 那为什么你们这排房 要贵一点呢 因为它是只有六楼 一个七楼 最后面是 有八楼的 有十一楼的 这价格越来越便宜 购房合同显示 云空城的开发商 是杭州西蜀置业有限公司 这个到这里是十米 到这个玻璃杆是十米 然后到在那个烟囱 大概还有几米 二十米左右 不到十七八米 我们有业主量过 那目前你们的诉求是什么 目前我们的诉求就是 希望它跟当时售买的时候 这个沙盘跟它符合 沙盘上没这个东西 你说有个烟囱还会写 沙盘里也没写 业主李女士提供了一段视频 是正对着烟囱拍摄的 视频里录下的声音 比较刺耳 这不是一点点声音 这个声音真的很响 这个很无形 太响了 就是那个大烟囱上面的那种声音 发出来的 低频噪音 怎么听的感觉是 装修的是电状的声音 是很像 但是它就是那个东西发出来的声音 你确定就是那个 我非常确定 我很确定 我都拍了好几次了 小藤街上几乎都是餐饮店 记者采访时不是用餐时间 现场没有感受到噪音和油烟 业主介绍 小藤街上居然还有一个幼儿园 对将来孩子们的健康 大伙也挺担心 这边是中餐饮 有火锅店 还有烧烤店 然后这边就是幼儿园 记者联系了万科公关部后 开发商杭州西蜀置业有限公司 书面回复称 云空城项目总体量约25万方 包含了住宅 办公 商业等业态 是一个综合住区 项目于2019年4月 取得工程规划许可证 客户提及的商铺 报批性指为餐饮铺 后期建设及招商 严格按照报规报件要求 书面回复还说 售楼现场展示过红线内外不利因素 置业指南中也有 其中包含商铺的不利因素提示为 本地块设有商业餐饮用楼 位于2至4状南侧 可能有噪音 灯光和油烟异味影响 开发商称 对不利因素的提示都进行了公正 开发商还表示 计划在7月31号前 完成设备调试 并进行设备管身隔音板包装 降低噪音和异味 近期开发商也会和客户代表 见面友好沟通 108黄金眼记者报道